盘点江夜前40高手排名 第一名 浩天 实力天境级别 江夜世界中的唯一真神与主宰 分上浩天世界的人都是受浩天规则的限制 提到浩天就不得不提一个人 他就是赌徒 赌徒不是酒徒 他是整个江夜世界中最神秘的人 在无数万年以前 赌徒就已经靠着自身天赋修行到清静境界 那个时候人类还处于在朦胧的状态 而地球上灾难频发 经常受到外来陨石的危害 赌徒原本可以超然物外解脱而去 却因为联系世人 最后代替人类签下的一份世纪豪赌 在混沌中唤醒浩天 让人类去信仰浩天 这就是浩天世界的雏形 浩天并不是人也不是神 严格来说 他只是由人类的信仰所产生的 当世人信仰浩天时 浩天就会获得其中强大的力量 并拥有永生的能力 而当他失去人类的信仰时 浩天就会失去力量回到混沌中沉睡 因此赌徒选择让人类信仰浩天 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在人类信仰浩天的同时 人类可以得到神国浩天的庇护 从此不再遭受外来陨石的伤害 人类可以和平的繁衍生息 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 也是赌徒唤醒浩天的初衷 为了让后世可以一直遵循这个规则 赌徒还创下了盗门之手冠 为的就是让之手冠 去引领人类去信仰浩天 不过赌徒可能是算到有一天 人类终将会走向强大 不再需要浩天的庇护 所以他给人间留下了七卷天书 七卷天书的最大秘密 就是可以把浩天打入混沌 取而代之 不过这个秘密 只有知手冠利刃贯主才知道 当天下太平时 盗门就是浩天带人间的宣传大使 当浩天不仁时 盗门就立时成了逆天的勇士 七卷天书 是盗门对这个世界真正的控制手段 父子康傲然和连生曾说过 盗门是浩天在人间的走狗 但只有盗门和浩天知道 这条铁链其实拴在彼此的镜上 人类是浩天的狗 浩天又何尝不是人类的一条狗 这是人间最放肆的一场赌博 赌徒也赌赢了 人类正是受浩天的庇护 才得以在地球上存在了无数万年 浩天为什么每隔千年 就要发动一次永夜 虽然赌徒替人类选择信仰浩天 让人类在浩天的庇护下 存在了无数万年 但这种庇护并不是完全免费的 浩天每隔千年就会发动一次永夜 收割一波五境之上的大修行者 按照夫子的理解 浩天世界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牧场 普通人类只是一些牧草 那浩天也要吃饭 他的生命补充源于天地元气 但他无法直接使用天地元气 就像狼不能直接吃草 所以他需要一个过渡环节 这个环节就是修行者 而普通人类和那些五境之下的修行者 只是一些牧草 根本提不起浩天的兴趣 但那些破五境的修行者 体内都有自己的小世界 他们把自然里的天地元气 化为他们独有的精魄 这才是浩天眼中的肥羊 所以浩天发动永夜并不是蔑视 主要是针对那些破五境的修行者 另外夫子还猜测 修行者的修为境界越高 储存天地元气的量也就越大 尤其是一些破五境的修行者 对天地元气的吸纳将更加厉害 所以浩天发动永夜的另一个原因 是在担心修行者的数量足够多和质量足够高 届时自己的地位也将受到极大的威胁 就比如像狮子和野牛群的关系 有的野牛太强大 或者野牛群太过强大 狮子也会感觉到威胁 所以当储藏天地元气达到浩天设定的预指时 浩天就会发动永夜 去收割五境之上的修行者 把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力量 早些抹杀掉 让庞大的天地元气回归世间 从浩天的角度看 发动永夜是浩天保护生态平衡的一种方式或者手段 是浩天对人间修行者的一种格式化处理 那如果问江夜世界中最神秘的人是谁 那一定是赌徒 赌徒的一生一共做了两件影响人类的大事 其一是替人类与浩天签下了一份世纪豪赌 其二则是 为人类留下了七卷天书 七卷天书最大的秘密毫无疑问是开天 但除此之外 它也是人类对抗永夜的重要武器 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原文对七卷天书的描述是 关于七卷天书的传说很多 有人说天书上记载着浩天传递给人间的意志 有人说天书记载着对世事的预言 有人说天书本身就是一个 宁天地之威的无上法器 还有传闻说 凡人看一眼天书便能修行 修行者看一眼天书便能破镜 圣人看一眼天书便能语化成仙 天书七卷的名字 是根据李白的诗句 日落沙明天道开取的 七卷天书各有各的用处 其中 沙字卷记载着世间所有的修炼功法 及天下的功法 凡若何沙 称得上是世间一切功法的起源 灌主能掌握佛道魔 数个五镜之上的神通 猜测就是因为看了沙字卷 从细节上看 天书中也确实涵盖了诸多的修行秘密 甚至整个江夜的修行者中 除了柯浩然和柳白等少数人外 几乎所有破五镜的人 都或多或少的看过部分天书 比如夫子就是看了完整的七卷天书后 创建书院 修成史上唯一的无举境界 数千年前 佛祖观七卷天书后 写下佛祖笔记 并在创建玄空寺后 进入涅槃境界 西陵第一任大神官 携名字卷天书创明宗 成为魔宗近千年来最强大的存在 李曼曼得天书名字卷三天破五镜 连生看完天书可随时破五镜 四大不可知之地的建立 全都跟天书有关 所以说世间没那么多所谓的天才 只是他们不经意间 在天书上多停留了一眼 而关于五镜之上的神通 如书院的无惧 佛宗的无量和魔宗的天魔 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与永夜进行对抗 九徒和屠夫能存活数万年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这种方法较为被动 除非每个人都能像夫子一样 修成无举境界